Hello,大家好,我是Celsior,非常高兴又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今天我们延续上一次的话题 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聊第八代Gallon这台车的故事 第八代Gallon,我相信当时讲第几代可能各位比较没有概念 第八代Gallon就是90代后期 鲨鱼头,四四方方,非常锐利,非常凶猛的这台Gallon 这台Gallon它是在1996年的8月在日本上市的 我们在此前的节目跟各位讲到这一代Gallon 它在日本设计的思维,还有它开发了一些小细节,一些故事 尤其是这台车为了要肩负RV风潮泛滥之下轿车的复兴之举 所以这台车在日规它算是世界上第一台搭载量产汽油缸链直喷GDI引擎 而且在日本当地它的阵容非常的简单 四门的轿车就是GDI跟VR4 当然VR4很特别的是它也有自排的版本 五门的车型也是针对于RV风潮的泛滥 所以这一代的Gallon也推出了五门的雷干的车型 而且五门雷干的车系阵容比起四门还要多很多 当然五门跟四门的造型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车顶差蛮多了 四门的车顶比较圆,五门的车顶是直线的 这都是我们上一次跟大家讲到的内容 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各位聊聊这台车 它在日本上市之后的一些演变 还有后来台湾的中华汽车投产之后的一些演变 那么这台车子在日本上市之后 当然它还是分了两个不同的车型 我们这边讲的两个不同车型 不是说四门的Gallon,五门的雷干 不是这个意思 四门的Gallon它有分成一个叫Gallon 一个叫Aspire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日本三菱的经销通路还是有好几个通路 Gallon这个车型是由Gallon店来贩卖的 Aspire这个车型是由Carplaza这个店来贩卖 来取代Carplaza之前卖的Eterna Eterna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上一代Gallon的一个双生车 不过Aspire的销路一直以来都不如Gallon 所以Aspire它比较早停产 它是2003年3月就已经停产了 那么这台车子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在什么呢 它最入门版的叫做V1 各位可以上网去找一下它的照片 这个车非常的阳春 清汤挂面 这个只有铁圈啊 然后内装瀑瀑瀑素素的 本来这一款车呢 它是给这个日本警方采购作为用公务车的 所以这台车一开始它并没有正式对外贩卖 那也蛮好玩的 后来呢 因为这个三菱的召回事件啊 所以呢 警方觉得说哎呀 我在买三菱的车子可能有损形象啊 所以呢 警察只买了一批 甚至呢 当时还有买了几台这个VR4的警车 据说有10台啦 但是因为召回事件的影响呢 所以警戒就不再跟三菱下单了 那变成说三菱这一批车子已经规划出来怎么办呢 那干脆推出变成市售版了 所以第一批的这个Gatron并没有V1这个入门的车型了 那么再来就是说呢 它在这个1998年的1月呢 又推出了一款这个超级版的强化版的VR4 叫做SuperVR4啦 那它的基础是这个VR4 Type S 这个套上这个专用的空力套件啊 Rally R 尾管啊 Momo 真面方向盘啊 Recaro 座椅 那限量800台 而且只有银色跟红色 并且呢雷杆也同步推出了SuperVR4 这个时候因为三菱基本上还没有召回事件啊 所以算是三菱整个Gatron车系呢 算是最巅峰的这个时候了 直到这个没多久呢 这个三菱又推出了小改款啊 1998年8月推出小改款 在水箱罩中网啊 前保引擎盖尾灯都有变啊 然后呢这个座椅材质还有指针里有稍微有点变化 这个时候呢引擎方面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是他追加了一款2.4 DOHC的GDI叫做24 Viento啦 那这颗引擎呢 当然因为他原先的引擎的规划 就是这个GDI跟所谓的这个VR4 那中间的马力落差太大 所以他追加一款中间集聚的2.4 DOHC啦 那么这个VR4呢 多了一款叫做Type V啦 但是Type V它算是有点阉割版 它没有所谓的AYC啦 那么到了2000年5月的时候呢 引擎又做了一点变化 原本入门的1.8呢升格为这个2.0啦 这是为了这个平成12年的污染防治的规范 那原厂的资料是说 他车身有强化提升这个侧面撞击安全性 不过呢Gaden在这个时候的销量 受到这个召回事件的影响 已经每况愈下了 所以他在2002年的9月呢 已经取消了VR4 那全车系单一化成为这个2.0的DOHC 不过为了维持他运动房车的形象 所以他除了入门款以外 都标配16寸的铝圈啦 而且后轮呢也都采用叠煞的设计 但是呢不得不说啦 这个方式呢也没办法延续他的销量 所以这个车子后来就真的是摆烂在卖了 一直拖拖拖拖到2005年的11月呢 因为他的销量真的是很低迷 而且日本当时对于这种中大型轿车的市场 萎缩的非常严重 所以呢他就跟着下个月停产的Diamond 一起走入了历史 等于算是呢 这个Gaden在日本卖了36年呢 就到此为止了 虽然说到后来啦 就是隔一年之后呢有所谓的Gaden Fortis 但是我们上一次也跟各位讲 Gaden Fortis之所以叫做Gaden呢 并不是因为他是一台道道地的Gaden 而是因为他的车壳放到所谓的三字头 就是所谓的日本的中大型轿车啦 但他其实本质上还是台Lancer啦 只是他改名叫做Gaden而已 那很多人认为呢 这Gaden Fortis其实不算是Gaden的车系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算你把Gaden Fortis算进去的话 其实Gaden的这个销量呢 还是非常非常低迷啦 所以真正最后一代的Gaden呢 在海外就是澳洲的Mitsubishi 380 那美规的Gaden呢 并没有在日本上市啊 好这是在日规版的第八代的Gaden 为了这个Gaden的整个车系 画下来一个句号了 那至于外销的版本呢 呃外销的版本呢 我们主要来跟各位讲讲美规的好了 美规的八代Gaden呢 是在1998年的7月发表 那他的引擎的阵容跟日规完全不一样啊 那美规呢是2.4跟3.0 那2.4当然就是上一代的这个7代Gaden的那颗引擎啊 入门款叫做D1啊 2.4 145P 如果是加州规格的话是降到140P啊 那再上去是ES这个极具 那ES有所谓的4缸跟6缸 再上去是这个LS跟GTZ都是6缸 那这颗6缸呢是6G72 那马力输出拉到195P 而且呢美规只有四数字牌 并且没有那个手字牌的系统啦 那3.0呢 多了一个亚洲规格没有的配备 叫做ABS 那美规的Gaden呢 其实卖的也不怎么样啊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有去美国观光过 完全没看到过 三菱在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很边缘很弱势的一个品牌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美国待了大概两个礼拜吧 只看到一台Mirage 这个真的是一个海事圣的 就这样就不见了 然后再也没看过任何三菱的车子啊 所以呢美规跟欧规其实他都只卖到2003年了 但是在南美洲这边据说有卖到2006年 因为在委内瑞拉有现地生产这个8代的Gaden 那么在2006年之后呢 到底有没有再继续做下一代Gaden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毕竟呢 Gaden这个车子我们刚刚讲嘛 在日本啦 在欧洲 在美国啦 这个都卖的不怎么样 但是呢 有别于其他市场呢 台湾这边呢 算是给这个Gaden非常的捧场了 台湾呢 是由这个中华汽车 在1998年的5月12号发表5月23号上市啊 这个车啊可以说是万众期待 为什么说万众期待呢 Gaden这个车子在第一代的 第一代跟第二代的时候都有少量原装 不算少量哦 还量还算不少 有这个原装进口到台湾这边来卖了 后来因为政策的关系 不能卖这个日本制造的车子嘛 要一直到90代初期呢 因为又开放了这个美制的日本车进口 当时就由中华的子公司华林汽车呢 负责销售的事宜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台湾市场出现了一个怪物啊 叫做A3的Sephero 那A3的Sephero呢 挟着所谓的V6引擎啦 这个中大型轿车的车身 非常气派 非常豪华的配备啊 横扫整个市场啊 不管是本地生产车子 或是进口车子 全部被打了 全部被打爆啊 这时候其他市面上同地对手啦 什么福特Telstar啦 什么Toyota的Corona啦 真的就只要挨打了份啊 大家都拿不出一个良好的对策 没办法 Sephero你关一个V6引擎啊 这个就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结果呢 这时候中华就说 没关系 我们来啊 我们弄一款另外一款V6引擎呢 来跟这个玉龙的Sephero对抗 当然这个讲法也是蛮好玩的 为什么 其实 如果你对台湾的汽车市场有点研究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啊 其实玉龙跟中华是同一间老板的啊 但是不管啊 那时候中华就说 没关系 我们这边呢 弄一款这个也是V6引擎的车子 而且呢我们主轴就是所谓的Galren啊 那其实在那个时候第七代Galren 第七代Galren的外形也算是蛮锐利啊 蛮有侵略性啊 那后来大家看到海外发表的第八代Galren 哇 这个造型真是凶啊 这个算是有史以来台湾卖过车头最凶的一款车子 又要在台湾本地生产 那价格又会降低 所以大家真的是引颈期盼啊 果然呢 在这个Galren这个在台湾上市的时候呢 哇 这个造型呢 大家看得非常喜欢啊 因为台湾的这个Galren的造型呢 它跟日规呢有点不一样啊 台湾的车头是采用日本VRG Exceed的这个车头 然后再配上VR4的下巴了啊 所以兼具了高级跟动感 那么旅圈呢 采用的是VRG Turing VRG Exceed的这个多幅式的这个旅圈啊 当然这个旅圈有人批评说 看起来好像不高级又不够动感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造型还算设计的不错 只是呢 比较可惜就是台规的Galren呢 他为了要跟Serville竞争 而且还有就是台湾的这个环保法规的关系啊 所以呢 他采用的引擎呢 就是所谓的6A12单凸的V6引擎啊 那这颗引擎呢 在日本的四门轿车是没有搭载的哦 它是搭载在五门的雷杆上面 做一个经济实惠的车型啊 那么输出呢 嗯 非常的微弱 只有133匹而已啊 当时的Serville好歹又有140匹啊 所以呢 这个Galren虽然号称它是V6 不过当时它跟市面上呢 这个马力数字呢 大概只比那个Premio 这个Corona Axial的2.0 132匹大了一点点了哦 这个根据开过人讲呢 这个车子超级不会跑的 而且又是6缸啊 所以油耗超级差的哦 但是至少啦 它在变速箱这边算是扳回一层 因为它的变速箱呢 采用四速手自排Sports Mode啦 在同一车来讲 当时啊 并没有其他车子有配到这个手自排 而且呢 它的引擎脚 变速箱脚呢 都采用抑压的设计 加上呢 它在原厂的设计外形来讲 就已经风阻已经低到0.29了哦 所以当时也是同一车 这个最低的这个风阻系数 那么一开始呢 这个车子 它的车型急剧呢 分成SEI跟这个顶级的EXI了哦 那SEI呢 又分两款车型 入门的车型是69万8 那再上去是71万8 71万8多了12CD 还有真皮座椅 再上去的EXI呢 这个是76万8 有所谓的屏幕放胆盘 TCL循迹 还有高反差仪表 那么上去之后呢 还有一款79万8多了4安 这个防灶钥匙 这个4安我在想 应该是当时台湾同一车中 唯一配到这个侧面安全气囊了 那顶级的是82万8了 增加了防甲天窗 也是当时这个同一车唯一的 那么另外一个是说呢 EXI呢 它是比较高级的车型 所以它设定是米色内装 为了要跟这个Sephira抗衡 那SEI就是所谓的黑色内装 其实啦 这个Gaden它当时出来的时候 既然要对抗Sephira 所以它的配备也真的是蛮不错的 比方说什么LED自发光仪表 八项电动驾驶座 微电脑恒温空调 空气率进气 电动遮阳连 还有C柱阅读灯 这个标配 全车系都标配了ABS 防潜顿座椅 雾灯 还有双曲率的后视镜 就是说 后视镜外侧的反射程度 跟内侧是不大一样 这样你看的东西会更多了 那当然这台车子呢 还没上市之前 其实引发了相当大的一个议论 哇 大家觉得我终于有一台这么凶杀的车子 又是V6引擎的车子 是不是 所以它上市第一个月 卖的不错了 开出了红盘 卖了3000多台 不过很快大家就发现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车空有一个外表 可是它的引擎不太会跑 油耗又很重 因为毕竟是V6 对不对 而且毕竟这个车子外形太凶了 所以它吸引的族群 比较年轻化一些 一些比较保守 稳重人看了一下 还是我去买Sephira Sephira看起来更加的高级 对不对 所以这个车子它后面的销量就不大行了 甚至到2000年上半年 基本上一个上半年只卖了4000多台 还不到5000台 这个让中华非常的头痛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销售的变化 1998年上市了8个月 卖了12400多台 1999年萎缩到8966台 2000年剩下7660台 2001年3957台 2002年还不到3000台 所以这个车子正是越卖算是后继无力 于是中华也发现到这个现象 上市一年就推出小改款 1999年的7月推出了一个小改款 标榜叫做HiTouch原字科技 那么HiTouch小改款 它的外观做了一点变化 首先它把头灯从原本的熏黑 变成金钻头灯 而且也标榜它是所谓的光感应大灯 甚至还会带车速感应 车头的网状气霸改成横炸 本来是网格状的改成横炸 车窗跟车尾多了一个不锈钢的四条 叶子板方向灯从黄色改成白色 并且它的铝圈造型也有改 改的比较典雅一点 像我们刚刚讲 一开始多幅式的设计 兼具动感兼具高级 我觉得动感跟高级都有点谈不上 但是在小改的HiTouch之后 它换成这种比较高级质感化的一个铝圈 我在猜这个铝圈会不会是台湾中华自己的设计 因为我们在海外的版本是没有看过 那么它的内装除了我们之前讲的 在第一次小改之前 就已经有所谓米色内装了 现在是EXI的入门版 也可以选配米色的内装了 那么内装上面 除了入门版可以选配米内装以外 改的幅度还真是不少 比方说它的皮质门式板上面 有Gaden的压模字样 座椅门式板配色还有木纹都有改 并且它导入所谓的 类脊皮的防滑座椅 全车系都已经标配了皮衣 还有一个它中央幅头下面搞了一个冰箱 这个冰箱跟一般典型的冰箱不大一样 一般我们车内的冰箱大概就是用冷气吹 Gaden这个时候不是 它是用晶片控制 号称它最高可以加热到45度 或者比车室的温度低了20度 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 我是没有用过 然后再来又追加所谓行动通讯 Audio Phone音响 前后雷达 剥水剥离 那么这个EXI的车系 从原本的三款整合成两款 车色也调整成五个颜色 金玉白 旗舰银 玉金子 星钻绿 还有钻黑 当然除了这个银色跟黑色以外 像金玉白已经很少见了 玉金子跟星钻绿 我基本上在路上没看过了 那么这次小改之后 当然它的外形 我觉得更加的 也不算斯文 反正我觉得更加的精进 但对于销量 我们刚才也跟各位念过 这个销量是越来越走越低 所以它觉得这样子不行 于是它又追加了一款特色车 在2000年初的时候 追加了一款叫JZ的特色车 它多的是什么 多了所谓的数位音场 凸定很绚丽的数位音响 还有把中共台换成个类态金属 它的基础是SEI 那么它比SEI多了所谓的皮跟脊皮的双材质 双色内装 还有凸定13CD 天窗 8寸重低音喇叭 还有这些双色的门市板 前后雷达 JZ它不算是个限定车 它也不算是个特色 它就是一个新增的几具 售价是76万5 其实市场的反应还算是OK 不过整体来讲 对于Gelen的销量反应 并没有很明显的帮助 于是中华痛定思痛 好吧 大家都这么喜欢 SEF有这么气派的车身 我们也来搞气派的车身 于是就推出所谓的雅士霞峰 雅士霞峰是在2000年的9月出来的 最重要是什么 我把水上罩变得很大 大家喜欢SEF有这种直扑杜格水上罩 所以它就把当时Lancer 所谓的猪鼻的车手造型 也把它弄起来 并且导入了双色的车身 新的旅圈 前后叶子板也有改 尾灯也有改 然后内装多了杜格排档座 半皮半部排档头 座椅造型 木纹都有改 而且米色内装的色泽 也跟之前不一样 看起来更加的高级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它终于把引擎做了一点调教了 我们刚刚讲 前起的引擎133P实在是不大够用 那么到这个时候调教到142P 据说变动箱的持比也有修正 那么让它的加速 还有油耗有精进了一些 而且这个时候还追加一个叫做 EASS三段电子可调避震 那么在配备上面 还有多了一个就是 EXI可以选配GNET 或者是加上导航 还有整合影音电话系统 不过这么一搞下去 其实它顶级的版本 卖到了92万8 比Sephira还要贵 那想当然了 这个销量就不怎么样了 毕竟这个时候它标榜 就是所谓的亚式霞峰 就是所谓你可以穿着运动鞋 穿着西装 就是牙匹的一个风格 但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跟市场的主流 有点不大搭掉了 那亚式霞峰 同时也有推出 所谓的这个Js的版本 也不算同时 就是稍微有追加Js的版本 那这个时候的Js 它在外观就可以看出 跟一般Gatron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它有铜色的水扬罩 并且它多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它在后视镜里面有内建方向灯 我讲的是里面 不像我们一般在外壳上面有个带转 它是在镜片里面有一个方向灯 我觉得这东西还算在台湾来讲 摩托车那么多 还算是蛮实用的 那内装上面当然就是所谓的 霧银饰板 还有这个什么突定的炫光音响 真皮方向盘 那还有黑色透气皮 并且它的铝圈也改成抛光亮面的 那当然它也有配到所谓的 EASS 这个可调车身的避震系统 那么它只有单色的车身 不像这个一般的版本是双色车身 那它没有恒温也没有SRS 没有气囊 那售价是76万8 并且当时有标榜说 上车可以送模型车了 不过这个效果是听说是不怎么样 那醉子呢 它有三个颜色 它有水晶银跟尊爵黑 还有林宝兰这三个颜色 不过我们一般看到比较多是林宝兰这个颜色 那醉子跟这个 这个雅士霞峰一起上市了之后呢 其实对于整个销量就是每况愈下 所以后来呢 它又推出最后一支改款了 那最后一支改款 我们一般称作这个金城武给人了 因为它那时候花了 据说是花了一千多万 找了金城武来代言 而且它这个代言跟一般的代言不太一样 一般代言可能就是广告这样子出现一下嘛 那行路可能就第一页或是第二页出现一下 不一样 它这次这个一千多万 真的花的很到位 这个金城武在这本行路里面出现了蛮多次 而且拍了好像两三支广告 那当然是拍出金城武的帅气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也发现雅士霞峰搞了一个猪笔 其实大家这个跌不疼娘不爱了 所以它就把这个猪笔给缩掉了 把它改成这个原本比较小的这个水箱罩 做的比较斯文一点 那么它的这个外形呢 还多了侧群新款的铝圈 并且它的卡钱也是这个刷红的 甚至还有所谓的划线通风碟 内装方面呢 它的椅子的座椅呢 是改成新的款式 然后那个屏幕方向盘的木纹呢 改成半片 也不是整片的 那门板多了皮脂门饰板 还有这个带木纹 并且呢 SEI就已经标配了唯一 EXI的桃木有加深了 那么它这个时候的车型的颜色呢 缩减成三个颜色 只有金玉白 星光鱼跟尊爵黑了 当然在金城武Gallon发表没多久之后呢 又追加了Js的车型 那做法跟之前猪比的差不多 就是多了一些配备 比方说多了哥乐的主机啦 8CD啦 橘黑双色那一桩蓝牙 熏黑头灯 还有专属脚踏垫 售价是75万8 当然啦 其实这个时候的Gallon呢 已经没有任何的声量 尤其那个时候呢 台湾还有另外一款劲敌出现 叫做什么 叫做Camry 由国瑞在台湾就地生产的Camry呢 跟Safio打的是 也不是男生男生啦 Camry一上次就把Safio给打爆啦 所以那个时候Gallon根本就没有什么声量啦 那时候这个存在感非常的薄弱 所以呢 他花了这么多钱找金城武来代言呢 其实对于整个销量帮助呢 是非常非常有限啦 所以后来呢 中华也就不太去做这个Gallon 这个车型的推销跟广告啦 等于说 他在卖在那边就一个若有若无的存在啦 一直到后面推出所谓的米兹比奇广路德呢 中华才又把火力再次放在这个 Gallon的宣传上面搞了什么 所谓双大师 Oliver Blake跟另外一个 大家永远记不得名字 我也永远记不得这个名字的人呢 来标榜说 我们是国际双大师的设计啊 那至于Gallon的他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 我们在此前已经有节目来跟各位讲过这个故事啊 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最后一代Gallon的故事呢 捞出来听一听 好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跟大家讲讲 这个八代的Gallon 他在台湾上市呢 经过了万众的期待了 结果呢算是开高走低了 一开始第一个月卖的还不错 之后呢销路就每况愈下 虽然呢他前后经过了三次的小改款呢 但是对于他的这个销路的帮助还是很有限的 不过呢因为Gallon这个车子 他外观实在太凶杀了 所以时至今日呢 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喜欢 包括我自己都想要去弄一台来研究研究来玩一玩了 所以这个车子中古行情呢 并没有像Safio那么的差劲了 Safio毕竟高级车嘛 这个豪华配备嘛 看起来外观也比较老气一些 所以年轻人呢一般比较不会对这种车子想要买来玩了 所以尽管呢Gallon当年的销量 完全跟Safio是没办法抗衡的 不过呢 现在路上还是有那么一些些能见度的了 OK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如果各位对于第八代Gallon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此前也有做过一集啊 跟大家概述这个台规Gallon的一些演变呢 各位也许把那一集给拿出来听一听 保证你呢会对八代Gallon有更深一步的认识了 以上非常感谢各位收听 也希望大家去支持我们其他精彩的节目内容 我是Celsior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